拿来你的身份证件 你怎么四手喝 船船蓝衬衫打扮体面的业务员 准备跟老夫人面交骨灰坛 当场遭埋伏警方拦查 走慢一点 走慢一点 大哥他刚才有这边寄放东西 这个是他寄放的吗 嫌犯搬来十个骨灰坛 想证明双方的确有买卖 但其实都是骗局 另一边集团同伙 看到警方现身还打算装路人 快闪离开 当场被警方试破 原来这名嫌犯是一名厨师 却扬称是企业的王兴董事长 涉嫌诈欺 被害老夫人当初接到诈骗电话 声称五万元可以买十个塔位投资 汇款之后没想到诈骗集团 见邮寄可乘 谎称一名黄董愿意花四千万 购买十个塔位和十个骨灰坛 来游说被害人再加买骨灰坛 正当富人准备再花六万加购时 儿子发现异状报警处理 他不是自己通知我们 那我们群线到现场去 老民嫌犯被逮后 避重就轻 认为塔位有给权状 也有准备骨灰坛 但警方怀疑两人利用话术 要被害人掏钱 涉犯诈欺罪统统耸版 九章声明 赵佩兹 采访董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提回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